今天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第二十二天 根據英國媒體《金融時報》的報導 其實烏克蘭跟俄羅斯雙方已經草擬了一份戰時和平協議 看起來整個停火好像是有希望 同時五天前被俄羅斯綁架的市長 他現在烏克蘭他也已釋放九名的俄羅斯軍人 當作交換條件 這名市長現在已經被釋放 不過我們來看到英國駐美大使 他就說了隨著俄軍他整個行動停滯 他的資源慢慢被消磨 接下來俄羅斯可能會使用一些比較舊型的武器 當然這些武器他的精準度比較低 所以打到平民的可能性相對的就更高 我們從過去二十四小時俄軍的攻勢 的確就有發現這樣的跡象 包含在馬里乌波爾 有一個被當作避難所的劇院 他在廣場上特別用俄羅斯文 寫著大大的兒童兩個字 就是要讓俄羅斯軍人看得懂 這裡有小孩子 但是有用嗎 俄羅斯照樣轟炸這一間容納一千兩百人的劇院 到現在死傷人數還是沒有辦法統計 而另外我們來到切爾尼戈夫這一座城市 有十位正在排隊買麵包的民眾 傳輸在光天化日下遭到俄羅斯軍人射殺的消息 平平攻擊平民的這些行動 美國總統拜登就直接說 普京他根本就是一個戰爭犯 更多的消息來看到國際中心記者 吳洛穎的最新報導 左邊12層樓高的大廈被炸成白色火球 一分鐘之內右邊九層樓高的大樓也冒出一團黑煙 俄羅斯16號拂曉連環出擊 空襲警報響撤清晨六點多的基辅 俄軍入侵第二十二天 烏克蘭人家園已是千瘡百孔 西北部蘇梅紅色屋頂的火車站 周圍本來是綠意盎然 俄軍掃過現場全變成一潭土堆 東南部的馬里乌波爾 居然前後地面特別陡大的俄文 寫著兒童字樣 沒想到俄羅斯還是照樣空投炸彈 室內躲了大約一千兩百人 生死未捕 東北部的切爾尼哥夫 十多人排隊買麵包 卻因為俄軍火箭彈突如其來 當場橫躺大街 現場只能以煉獄來形容 這是美國政府第一次指控 俄羅斯犯下戰爭罪 克林姆林公痛批 拜登說法不容原諒 普京推國通通都是烏克蘭的錯 但也不忘和基輔談條件 用先前綁架來的梅利托波爾市長 換回九名淪為烏克蘭戰俘的二軍 烏克蘭總統大戰平安歸來的費德羅夫 從沒向俄羅斯低頭 要證明烏克蘭人的字典裡沒有放棄 今新聞 洛瑩潘彥廷報導 好 接著我們來看到在3月16號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他就像這樣透過視訊 在美國的國會演說 他不只是把俄羅斯的入侵行為 比較是911的恐怖攻擊 他更援引馬丁路德著名的 我有一個夢 I have a dream 這樣的句子 澤倫斯基他直接說 I have a need 我有一個需求 他希望美國可以協助建立禁飛區 對俄羅斯加大制裁的力度 更強調 這些正義的行為 都會在歷史上留上一筆 美國國會起立鼓掌一分鐘 回應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跨海視訊演說 責論斯基把烏克蘭情勢 比作珍珠港事件及911恐怖攻擊 也援引非裔名權領袖 馬丁路德金恩的演講 修改成我需要 I am addressing the president Biden I wish you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Being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Means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I am asking you to do more New package and sanctions We need to keep justice in history 儘管設立禁飛區的訴求 再度被美國已讀不回 但是國際法院一聲令下 要俄羅斯停止入侵烏克蘭 除了俄羅斯跟中國 其他13名法官通通同意 和美國跨海相望的北約 也強調10萬美軍在歐洲 同時啟動防長會議 商討在北約東側 部署更多士兵和導彈防禦系統的可能性 全力確保戰火不會擴散 而這一些看在日本眼裡 日本決定加大制裁 德國總理肖茲喊話 現在立刻結束這一場戰爭 但是戰火還是止不住 新新聞在議中 黃盛凱周承惟報導 好 我們在剛剛的新聞中看到 聯合國的國際法院 他在昨天3月16號 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做出了裁決 他要求俄羅斯立刻停止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這樣的一個判決 他真的有辦法阻止俄羅斯嗎 我們要特別注意到 雖然這國際法院的判決 他有拘束力 國家必須要來遵守 但是卻沒有強制國家遵守的機制 如果有一方他真的不願意遵守 另外一方他可以提交到 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 要求這個安全理事會提出一個 強制性的決議案 這邊就很有趣了 我們就拿1984年 尼加拉瓜把美國告上 國際法院的例子來帶你了解 相關的案情內容我們就不多講了 不過國際法院在這個案件裡面 他最後是判決美國敗訴 不過美國他不願意遵守這樣的一個判決 甚至還直接退出了國際法院的規約 尼加拉瓜他當然就循正常的程序 把這樣的一個案件 速度到我們剛剛講到的聯合國安理會 不過美國他剛好在安理會 他是一個永久的成員國 他有一個絕對的否決權 所以不管尼加拉瓜他上述一次兩次三次 通通都被美國否決 在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案件當然也是一樣 雖然國際法院你聽到他要求俄羅斯要停止入侵 但是如果俄羅斯他不願意遵守 最後送到安理會 俄羅斯他一樣可以行使他的否決權 可以阻止安理會採取相關的行動 所以說到底 只要俄羅斯他不想要遵守這個判決 幾乎是沒有任何的意義 也就是說國際法院這個判決 要讓俄羅斯完全的停止入侵 幾乎是不可能 眼看著整個戰線跟時間持續的拉長 美國他也增加軍事援助的規模 我們來看到美國總統拜登他就宣布 他要給烏克蘭8億美元的新一波援助 其中不只是大方的給出八百套的刺針防空飛彈 還有一千架的反裝甲火箭系統 他其中更包含了無人機 美國的媒體就推測 這個無人機很有可能就是白宮 一直沒有公布出來的彈簧刀無人機 就在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十六號在美國國會發表視訊言說之後 美國總統拜登火速宣布軍事奧元 而且一給九十八億美元 約台幣兩百二十八億 這回不只要大方提供八百套刺針防空飛彈 一千套輕型反裝甲武器 與兩千套標強飛彈 就連六千套反裝甲火箭筒 也通通都沒有少 尤其這回還追加了一百架無人機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就報導 拜登政府提供的很有可能正是美國製造的 最新型無人機彈簧刀 從遠方精準擊中目標 NBC就透露這款無人機分別有兩款型號 三百用來精準打擊地面作戰人員 六百更是威力強大 能夠摧毀裝甲車或是坦克 甚至連白宮都下令禁止公開 雖然它外號神風無人機 但其實成本並不高 定價大約三千美金 而且遠比烏克蘭添購的土耳其製 無人機要來得快上許多 不過就在西方國家多次警告 北京有意向俄羅斯伸出援手後 彭博社甚至透露 中國要送的可能就包含無人機 似乎也讓烏爾戰士依舊看不見鏡頭 好 除了各國提供 這樣的一個軍事武器給烏克蘭之外 之前美國跟其他歐洲國家 他為了要進一步打擊俄羅斯 他不讓俄羅斯飛機飛進領空 更要求所有的飛機租賃廠商 要把租給俄羅斯的飛機通通收回來 而在俄羅斯總共大概是有730架的飛機 其中的515架通通是跟外國租的 等於說如果這515架飛機通通被收回去 俄羅斯的航空業它會遭受到嚴重的打擊 所以現在俄羅斯還也動起來 他除了讓飛機停飛 讓外國的公司根本沒有機會把飛機拿回去之外 他更在這個禮拜一公布了一項新法律 直接允許俄羅斯航空繼續使用這些租來的飛機 並且會給這些飛機當地的釋航證書 這個舉動等於是讓這些外國的飛機 直接被俄羅斯扣押充攻 而我們剛剛也提到現在很多的國家 他都不讓俄羅斯級的飛機飛到他們的國家裡面 那俄羅斯他在國內的航線的需求 其實也沒有這麼的大 那這些被充攻的飛機到底要拿來幹嘛呢 我們就來看到俄羅斯他現在有的飛機 有332架是屬於波音公司的 305架是另外一家民航機公司空中巴士製造 這兩家公司他都已經宣布要停止俄羅斯所有業務 也就是說這些總計637架的飛機 他沒辦法獲得零件或是保養的服務 外國的媒體就解讀 剛剛我們提到這些被俄羅斯充攻的飛機 最後很有可能就會被分拆零件 拿來當作維修保養的備料 對租賓公司造成的損失 這些飛機大概是100億美元